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2年4月13日 小宝家主场万夫莫迪 周三清早 南美自由悲分组赛继续展开角逐 其中身处一组的小宝家将坐镇主场迎战阿尔维斯列迪 小宝家近年来在南美自由悲分组赛上主场作战几乎有赢无输 是一面对名不见经传的阿尔维斯列迪 小宝家当然不会放过全取三分的大好时机 虽然在南美自由悲分组赛遭遇开门黑的小宝家近期表现略显平庸 但是就整体而言 近五仗各项赛是路德二胜二 和一副也算是合格 尤其小宝家在上个月下旬还曾经在爱隋拉一键定江山下小胜宿迪河床 分组赛先输一场对于他们来说绝非末日 事关小宝家过去四届南美自由悲全部都能晋级至淘汰赛阶段 而且期间有三次至少机身到准决赛 他们在该项赛事的竞争力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尤其在主场方面小宝家过去三届南美自由悲分组赛总共九个主场路得七胜二和的不败战绩 是一面对实力有限的阿尔维斯列迪 小宝家当然有望迅速迎球反弹 阿尔维斯列迪的名字对于一般球迷来说应该较为陌生 就算在玻利维亚国内也难算是一只竞旅 事关他们在接近90年的队史当中直至2020年才首夺国内顶级联赛桂冠 可想而知他们征战南美赛场的经验也是少之又少 玻利维亚又是南美洲足球水平最差的国家之一 他们目前世界排名78位 阿根廷却高居第四的位置两国之间的足球水平差天共地 况且小宝家是该向赛事的常客见惯大场面 经验匮乏的阿尔维斯列迪此行自然难被看好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